地球暖化造成的气候变迁 让极东湾气候轮番肆虐各国 美国的野火季往年高峰都发生在夏季 不过今年却提早在春天报道 让美国西南部的民众苦不堪言 迹象专家甚至还预测 今年美国中西部将面临着千年的大旱 农作物种植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而汉秦在阿拉伯世界以及非洲也极度严重 为了解决无水可喝的问题 土尼西亚有新创公司 开发出了能够从空气当中 截取水分的机器 透过过滤冷却技术 让潮湿的空气化为干净的饮用水 而早有类似研究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更且和中国学界携手 开发出了成本只要4块钱美元的海水淡化设备 让资源匮乏地区的居民也能够轻松取得饮水 浓烟笼罩半边天 遮蔽了火红烈日 夏天都还没到 美国西南部的野火已经烧变 新墨西哥 亚利档纳 甚至加州山头 海滩的蒸腾热气又有可见 这波热浪冲向美国国立元后 转头却又见到黄石公园 逃避成灾 破季路高温提早报道 一下雨却来者不善 无论晴雨都夹带致灾威力 氧化造成的极端气候带来实质威胁 高温的下一步就是干旱缺水 美国如今面临1200年来 最严重的西部超级大旱 美西超过九成土地陷入干涸 地坡冲击农家感受最深 美国如此黄润更缺水非洲 平均土壤原本就难种出食粮 干枯的收成又如何填饱众人肚皮 冲地均土干完整 到十分之后 三个维杂争来 ann台 几十年 现在期待 sat阅的昨天 原下期溅达巴 延远말 时寻重 注意לי 如果它叛河赇 价钱 质科 事לי 不过 20万 我们必须能够回应 我们必须洪水 老天不赏脸该怎么办 同样先天条件处于劣势 突尼西亚有新创公司找到另类解答 靠空气一滴一滴炸出水来 充满未来感的白色机器里 藏着科技取水的秘密 充满未来感的白色机器里藏着科技取水的秘密 期许环境中潮湿空气 第一层由滤镜器把关 摒除空气中的污染物质 接着进入冷却系统 再重新加热排出气体 借用冷却过程自然形成水滴 累积一定水量后 再次过滤矿化 就能形成干净的饮用水 阿拉伯世界不只缺水 更缺干净的饮用水 这间位处于突尼西亚及阿尔吉利亚边界的学校里 孩子得自带瓶装水上学 以免上学时补充水分却伤了身体 我们第一次的目标是 要加温水分却 你20%根本在中河和杜尔 没有水分却 没有水分却 所以它发现水分却 另外一个问题是 用水分卧 把水分卖 像在櫻子宋里面的地面 你不擅長和水、水 或水、水。